爸爸,我想种苹果树。 哦,佩琪,为什么要种苹果树呢?那多辛苦啊。 你想吃苹果的话,我们可以去买啊。 嗯,买的和自己种的不一样嘛。 哦,那为什么呀,佩琪。 嘿嘿嘿,因为自己种的苹果好吃嘛。 我们想吃的时候,随时就可以摘一颗来吃呀。 又新鲜,又美味。 哦,这倒也是呀。 好,说干就干,尝一尝我们自己的劳动果实,好不好啊,佩琪,怎么样? 好喂好喂,我现在就要种苹果哦。 很快,猪爸爸拿来了一个花盆。 嗯,爸爸,这药怎么种呀?会不会很难呀? 没有事啊,佩琪,爸爸来教你。 先倒上肥料土。 然后呢,用耙子,耙一耙。 放上种子。 苹果种子。 盖上一点土。 浇水。 浇水喽。 不要浇多喽。 浇多了,就会淹死了。 爸爸,水也浇好了,我们要等上几天,它才能发芽呢。 哦哦,佩琪,不要着急,耐心地等一等,几天就会发芽咯。 我们天天来观察观察,天天来看一看吧。 嗯,好的爸爸。 我们回家吧,明天再来看一看。 好的好的,回家咯。 第二天,猪爸爸和佩琪又来看他们的苹果咯。 佩琪左瞧瞧,右瞧瞧。 咦? 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呀,爸爸。 爸爸也看了看。 嗯? 是啊。 肯定是没有发芽咯。 因为时间还早嘛,只有一天。 也许,再等上几天,就会发芽咯。 嗯,好失望啊。 还要等上几天呢,爸爸。 嗯,再等上三四天,我们再来吧。 好,我们回家吧。 佩琪,吹头丧气地和爸爸回家了。 嗯,好期待苹果能发芽。 又过了几天,猪爸爸找佩琪来看苹果了。 佩琪,我们一起去看苹果吧。 好嘞,我正在想苹果的事情呢。 爸爸,这么多天了,我想苹果应该发芽了吧。 嗯,我想也是的。 我们种上了苹果,一定要管理啊。 它会长草,还会生虫的。 哎呀,那好可怕呀。 爸爸,我们快点去看一看吧。 猪爸爸和佩琪经过了小树林。 爸爸,快来追我呀。 哎呀,佩琪在哪儿呢? 哎呀,都看不到它了。 嗯,嗯,现在佩琪和猪爸爸都来到了他们种苹果的地方。 爸爸,快看呀。 苹果长出叶子来了。 耶! 哦,我来看一看。 哎,这树好像不像是苹果的叶子呀。 好像是草。 哦,爸爸,我要铲草,我要铲草。 哦,佩琪,真勤快呀。 好,让你铲草。 嘿咻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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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咻。 哦,爸爸,草,都被我铲掉了。 哦,佩琪,真棒,真能干呀。 那,佩琪,草也铲完了,我们回家吧。 好耶。 爸爸,我们过几天再来看苹果吧。 好的,好的。 于是,佩琪和猪爸爸就回家了。 又过了一段时间,猪爸爸和佩琪又来看苹果咯。 佩琪,快看呀,苹果长出来了。 哇哦,哈哈,好开心呀,哈哈,终于长出来了。 呵呵呵,佩琪,这下高兴了吧。 回家吧,过一段时间再来看看。 欣许,能长出大苹果来呢。 哎,好耶,哈哈。 这天,佩琪和猪爸爸又来看果树咯。 哦,爸爸,快看。 上面结了好多果实啊,还开花了呢,好香啊。 哦,真的呀。 嗯,我好开心呀,我要种多多的果树呢。 好啦,佩琪,佩琪,真勤劳,真能干呀。 小朋友们,这期的小故事就讲到这儿咯。 我们还会讲更多好玩有趣的佩琪小故事。 记得关注我哦,下期再见咯,拜拜。 拜拜。 拜拜